《绿色时尚》 我们今天早的话题是关于消费者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如何来关注绿色时尚 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是如何被关注 第二为什么我们要关注 第三我们可以做什么 绿色时尚这个概念 我们今天作为消费者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我们面对我们的纺织品和服装的消费 今天我和大家想分享的是 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以及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纤维消费 我们如何去对待它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话题呢 我给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点理由是消费量非常的大 第二点理由是 我们的化学纤维的比重非常的高 第三点理由是 我们纺织品服装的生命周期 消费的结构太快了 这一张图大家看了以后 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 尤其是和我们这个Session One 之前的那个Session相对比 都是那么优美 那样的文化 这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事实 每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我们作为垃圾被丢弃的纺织品服装 可能要以百万亿公斤来计算 也就是说我们的纺织品和服装 它们都去了哪里呢 这是它们的归途 我们85%的纺织品和服装 都进了垃圾填埋场 或者是被焚烧了 它们不管是被填埋还是被焚烧 它对我们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压力 如果是被填埋 在降解的过程当中呢 会排放有毒的气体 如果会被焚烧 也有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尤其是我们的合成纤维 它的降解 它们是来源于石油 它们的降解呢 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下面来说 我给出的三点理由 我们的消费量越来越大了 如果说我们经历过80年代以前生活的人 可能我们还记得 这个右上角的这个步票 年轻的80后90后就都不认识他了 步票是什么呢 在80年代之前的时候 我们全年全家人 可能只够凑齐给家里面的一个人 或者两个人做齐一套衣服的步票 所以在那个年代 我们对于衣服的消费习惯 是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们的衣服怎样去循环呢 我们称为它 叫自然循环 这个哥哥姐姐穿不下的 弟弟妹妹会穿 陈寗人穿 不喜欢了的 可以送给乡下的亲戚 实在用不了的 我们会拿它做蹲布 做抹布 这个自然的消耗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的消费量已经非常的大 我们不能够通过这种自然循环的方式来完成它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1978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每人每年消耗掉2.9公斤的显微 而今天我们是22公斤 我们在国际上的水平呢 在1978年的时候 我们占世界的比重是38% 而今天我们占世界平均水平的比重是1.6%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里面的衣橱 我们从两扇门变成了一扇墙 又变成了我们需要一个屋子来装我们的衣服 正是这么大的消费量 让我们纤维的出处有了很大的压力 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张图 也就是我们这么多的服装 如果不能让它循环起来的话 那么我们大量的服装需要被堆积填埋上百年的时间 数百年的时间 对我们环境的影响必然是很大的 我们的第二个理由 化学纤维的比重非常大 我们的衣服从哪来呢 我们是有这个常识的 就是右上的这些图 棉毛麻丝 它们都是天然纤维 从几千年来上古时代 我们的衣服就是由这些元素所组成的 而它们的优点是什么呢 第一来源可持续 第二去途可降解 它们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不够 我们今天是不能满足我们地球上这么多人穿衣服的需求的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 我们的衣服主要的是靠这些原材料来保障的 就是我们的化学纤维 中间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在1980年的时候 我们纤维结构里面 这是我们中国的纤维结构 我们中国的纤维结构里面 85%是天然纤维 就是我刚才说的可降解 可持续 在今天2018年的数据 85%是化学纤维 我们化学纤维的优点 是解决了我们全球80多亿人的穿衣问题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易降解 我们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 我们的衣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如何建立绿色消费态度的原因 第三个想分享的原因是 我们的衣服它有它合理的生命周期 这张图展示了我们一件衬衫 从棉花到纺纱到织布 到硬染到最后沉溺的一个流程 它的流程可能经历了几十道工序 如果从空间上来讲 我们纺织服装行业 是一个高度世界协同的行业 画了一个示意图 以一条牛仔裤为例 它的原料可能来源于美国 它可能在越南纺成了沙 在我们的广东完成了面料的硬染 在我们的江西 劳动力相对便宜 完成了缝制 然后又从我们浙江的某个口岸 到了欧洲的柜台 进了我们消费者的衣橱 这个周期是几个月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的衣服有合理的生命周期 它不是一次性的消费品 它更没有任何理由 再还没有被穿被使用过 就消耗掉了 以上这几个理由呢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衣服从哪里来 我们有这么大的量 怎么办 但是我们经济发展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对美丽时尚的追求 是我们每一个人 尤其是每一个中国人 震荡的理由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 这个时尚和绿色呢 在这里也就是怎么做 我从我个人的角度 也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 从我做起 第二 我们呼吁社会 建立良好的秩序 第三 科学界有一些难题 需要我们合力去推动 绿色的消费态度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我站在这里的原因 就是和大家产生一个共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 去建立一个绿色的消费态度 我想分享的是 我的绿色消费态度是什么 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借鉴 我的态度是 选择经典款式 用心搭配 翘首改造 经典款式 我个人的理念 什么是经典款式呢 合适 和谐 有自己的个性 什么叫合适 我们都是工作女性 可能办公室 出差 以及开会 是我们的常态 所以当你选择 每一件衣服的时候 你要想到 它是不是合适 我的时间和地点 如果它是合适的 我就买 如果不是合适的 那就是我没有穿着它的场景 最好就不要买 当然它要有 合适的款式 合适的版型 适合我自己 这是第一个原则 合适 第二个原则 和谐 和谐 是我们搭配的基本原则 我们穿衣服都要讲究搭配 首先是色彩的和谐 我们要懂得一些 基本的色彩和谐的知识 我相信尤其是女性朋友 一定都是有的 黑白灰是最安全的基本色 我今天穿了两个 灰和黑 然后款式的和谐 我作为我们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愿意选择很简洁的款式 没有过多的装饰 那么我的个性如何去体现呢 我个人的经验 这完全是个性化的 我可能会在黑白灰 这样非常安全的基础上 搭上一些 我非常喜欢的 靓丽的颜色 例如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就是我喜欢的风格 搭了一个很靓丽的橙色 作为我 我可能有的时候会选择 紫色绿色 我觉得只要我喜欢 今天能搭配我的心情 我就会选择它 这是和谐 还有作为我们生活的技巧 我们要懂得去 旧物改造 延伸我们纺织品服装的生命周期 对于这个改造这件事情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心得 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生活还比较困难 家里面妈妈都还习惯于织毛衣 我的妈妈呢 就用爸爸的灰色的毛背心 拆了 给我织了一件毛衣 然后这件事情让我不开心 为什么呢 第一 它是灰色的 不是女孩子喜欢的颜色 第二 它是旧的 可能妈妈了解了我这个心情 所以这件毛衣到达我手上的时候 有一个意外惊喜 因为妈妈在这件毛衣上 绣了两朵玫瑰花 就这两朵玫瑰花 让我的这件旧毛衣 绝不逊色于小伙伴的新毛衣 这是我在儿童时代 对于改造的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今天实际上 我们有很多时尚人士 有很多专业的时尚改造技术 我们可以专门地去学习 图示里面是两个举例 一条我已经可能穿了好几年的花裙子 配上了一个领口腰气的改造 它就有崭新的面貌 一条长裙进行的裁剪 它就变得很简洁 可以适用于其他的场合 另外我们衣服 还可以进行一些 其他功能的改造 例如这是我们用羽绒服改造的包包 我们用这个针织衫 改造的很时尚的扣枕 通过这些小心思小技巧 让我们的服装的生命周期得到延续 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 从我做起建立绿色时尚的态度 作为这种绿色时尚消费的这种小习惯 我会把它分享给我身边的人 同学 朋友 家人 但是个人的这样的影响力 还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作为一个专业于纺织行业发展的专业组织 我们更致力于要呼吁建立更加有序的 流向清晰的服饰再利用体系 我们怎么做呢 差不多有十年了 从2011年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了就一零抛弃这样一个倡议 这个活动也和我们世界自然基金会 还有很多品牌公司进行合作 我们的这些目的就是要通过一些活动 通过一些技术的推进 能让我们的消费者 让我们的社会大众认识到这个问题 重视这个问题 为自己找到一条路径 实际上服装 纺织品 作为一个可再生力院的资源 全人类 全地球的人都是有这个认识的 但是不同的国家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国情不一样 消费习惯不一样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用的模式 我们中国也一样 我们中国应该是近十几年来 对这个事情重视很多 我们也建立了很多的 有序的服装再循环利用的这个模式 大家在生活中也能够感受得到 我这个图示里面有一个举例 例如说你在你的小区里 就能看到一些回收箱 这些回收箱会告诉你 你把你的旧衣服投进去 它就有了它的再循环的路径 这些回收箱有的是政府做的 有的是品牌做的 也有的是一些社会机构做的 但是它的运作过程当中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例如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我们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清晰 所以我们想呼吁的是 从社会这个层面 应该建立更透明 更可追溯的 旧衣回收的路径 以及标准 能够让更多的人 更放心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提出建议的最后一点 是从技术的层面 推动绿色设计 加快绿色时尚 相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我一直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抛弃的旧衣服太多了 我们要让它循环起来 这个循环第一点 我们想提出 在设计层面 我们呼吁从设计师开始 就做这件事情 因为为什么呢 设计师他在开始阶段 就把我这件衣服 将来容易循环 这条路径考虑进去 那么他会选择材料 更加一致的面料和辅料 会选择更易于回收的 面料和辅料 甚至在拉链柳扣 这样的材质上 我们都去探索和我们的 衣服的面料 一致性的材料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 将来的分减和回收过程 更容易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呼吁 第二个方面呢 在技术 完全在技术层面 其实近十几年来 我们中国在这个 就医循环利用上 已经探索了好几个 非常成熟的技术模式 每一个模式的技术路线 都已经清晰了 但是在每一个模式上 我们都需要有突破和改进的地方 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纺织行业的人 自己可以做的 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做不了 需要我们其他跨专业的专家 给我们更多的支持 在这里呢 我简单分享几个方向 例如经过这些年的分析 这个模型实际上是比较全面的 介绍了我们现在 如果是一件废旧的衣服 它应该到哪里去 它可以是从家里来 可以从门店来 可以从车间来 它首先要经过一个 工业化的分减利用中心 分减完以后 要进行分类 刚才我介绍了 我们的衣服从哪来 棉毛麻丝和化纤 分类以后 棉的要归棉的 化纤要归化纤的 羽绒要归羽绒的 因为它们的材质一样 它们才可以去被循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分减技术 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我们这样 多样的纤维材料 如何能够有 先进高效的识别技术 把它们分减出来 是我们一个难点 第二个循环的模型 是这张图表示的 这是我们纺织行业 最成熟的一种模式 目前用的最多的 大家可能作为非行业的人士 也能知道的 就是从我们的PET瓶 可乐瓶 矿泉水瓶 经过循环 成衣物 因为PET瓶和我们的锯纸 是一个材料 它们都来源于石油 六到八个瓶子 就可以做一件T恤 我们的品牌商 对这一块的资源 也是用的最多的 很多品牌也是说 我的绿色的标签 就是靠利用再生纤维 来实现的 但是这个路径的蓝点是什么 目前可以利用的 PET瓶的再生纤维 已经不能满足目前我们的需求 第三类的循环路径 就是我们纯粹的 敌伦纤维 它的再生循环利用 在我们技术上 已经进行了相对可靠的 可行性路线 但是在我们的核心技术上 还有成本和效率的问题 需要去突破 羽绒内的循环利用 也是我们现在和一些品牌企业 已经在做的事情 取得了所有成效的利用 但即便是在这个领域 我们也呼吁 就像我刚才说的 希望在设计师的环节 在这个产品生命周期 初始的制造和设计环节 就能够考虑到 它将来的一循环可利用 这样我们在进行拆解 分减和再循环的时候 技术就容易去操作 成本也容易去控制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 对这个羽绒产品 如何进行破解 分减分级 然后处杂 重新造填充到我们 羽绒制品当中的 一个示意图 总之呢 我今天的分享 想简要的介绍就是 我们纺织品服装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面对我们这么大的消费量 面对当今这个环境下 我们时尚的多元化 理性消费的这样一个时代 作为我们每一个个人 应该为自己选择一个 怎样的绿色时尚消费的态度 希望能有所启发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